但是看回宏观 其实现在就未有一个确实的政策 只不过仍然是传闻 如果真是内地政府成立一个基金 由建行出资 然后再由银行 或者其他银行期后参与 能不能够解决到 现在面对房地产市场的严峻问题呢? 我想如果你说三千亿解决到 那就不用那么投行 你明白的 你一间公司的债度过万亿的话 那你怎样够呢? 我觉得纯粹在气氛上 你想想三千亿还要十几间分 你一间可以收到多少呢? 我觉得这个真是 可能觉得问题很严重 或者在气氛上 就是经常都说 股票的东西 其实有时候是信心的那样东西 就是你没有信心的话 大家就有一层八柴的 我想阿爷的 就是出了一点支持的政策 令到市场的信心恢复 所以我觉得纯粹是气氛主导的那样东西 还有我觉得 你说究竟建可买单 还是人可买单 没所谓了 总之有人买单就可以了 但是我自己害怕 就害怕另一个层面 就是那个道德风险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原来做得差的有人救的 那我需要做得这么好呢? 就是有些做得好的 我很辛苦很努力地做 到头来捱到了 但是你发觉旁边的那个 废柴来的 但是有人救的 那怎么呢? 那我自己都不会这么努力去做 对不对? 那变成这一下 你就要想 会不会 其他做得好 很努力去做的 都会不做了 等人救了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风险 大家要留意 所以炒内房 有一吃就好吃了 就是 尤其是炒小的那些 就是不要说 哎呀行啦 今次阿爷够了 我们就抽上去 就是我觉得 整个问题 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到 是的 就是投资层面上 你刚才都说到 就是有得吃好吃 是的 但是你又不会建议 大家避开这个板块 就是你会觉得 这个板块 有些消息这样出台 蠢蠢欲动 都可以试一试的 那要试的话 那说真的 你问我 就很久没有炒过内房了 是 那你始终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你难保 突然间买完之后 晚上出个消息 不够了 有些债包包 又炸回来 你不知道的嘛 那所以 维持原判 你真的要买的 就是688 109 这一堆就比较好一点 at least 你会见到 你看图都知道 688 109 起码没有穿底 还有 他真是 你说以往几次的危机 他都肯 弹回上来 你不是的 你看壁桂圆 就是完全不弹 就是强如壁桂圆 都不弹 那你 就是民企 是真是差一点 所以我觉得 当然你说 不是的 壁桂圆 弹得很劲 但问题是 跌得很深 才弹得很劲 但你变成688 109 这些风险系数 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你买就买得安心些 分得好些 前两天 看到有3000亿基金 市况大家都转好 还有这个板块 都有一个急升的情况 前两天真是 深红追了 又没有即日走 现在你觉得 应不应该忍痛止蝕 等下来 你知道的 弹出弹入的消息 还记得上个星期一 其实那些物馆 内房都有弹的 那时候是炒什么呢 就是阿爷会出手 我们要做到保交流那样东西 那就抽上去 那变了你说 跟着再弹回来 又炸回来 那你最新 现在其实又是 街上炒坏消息 我觉得 南保有机会 会再抽上去 那我想如果你说 近这一段时间才追 那我想起码 你的价格是会便宜一些的 你不是很高位 握住那些 那我觉得你可以 值得等一等的 还有 看看你握住什么 你说688 109 我觉得这些可以握住的 没所谓的 但是你说 那些碧桂园 或者那些龙湖 如果再穿底那些 我想穿底 我就觉得真的要小心一点 因为穿底你可以 你想想 穿底的意思就是说 你原本出的好消息 也不能够托着股价 我觉得这个 真是 这条街 或者钱 就摆明是投不信任票 所以看回 你持有的股票是怎样 以及走势是怎样的 然后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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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